今天晚上的话都用了这种叶梅香叶 没办法一杯滚机熬了 太难好了 刚刚已经把童童哄睡了 今天8点钟就睡了 可能是今天晚累了 他平常的话可能要到9点10点多钟 然后今天我们晚饭的话呢 就是吃的面条 我吃的木头很多 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就打算来做个宵夜吃 小龙哥现在准备出门去买点吃的回来 前几天买的鸡腿 然后在网上刷到用空气炸锅 做鸡腿的视频 然后就看着流口水 今天我打算也试着来做一下 鸡腿用牙签给它搓小洞 这样方便入味一点 然后把它们抓拌进去 现在这个鸡腿就腌制好了 先给它放冰箱冷藏30分钟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呢 建议腌制两个小时 我还说童童今天睡得早了 结果小龙哥刚出去 没一下子他就醒了 现在又深门火虎的 你想陪妈妈熬夜是吗 我还本来想说今天能安静的 吃个宵夜 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就醒了 反正是有美食 你就不能错过是不是 现在这个鸡腿呢 已经腌制好了 就拿三个盘子 准备面粉鸡蛋液和面包糠 先把鸡腿粘上一层面粉 再粘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再裹上这个面包糠 然后再把这个鸡腿呢 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就可以了 盖鸡腿已经烤好了 我们整个旁边都是鸡腿的香味 真的很诱人 看一下它烤出来也是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妈妈 妈妈上的你要吃吗 嗯 我们现在都忍不住小妈跟吃了吧 妈妈跟妈妈今天光是吃的 就是你 这个酱买鸭的话呢 吃之前一定要给它撕得很小很小 这样才会好吃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宵夜了 一个鸡腿一个酱板鸭 然后一点水果 就是简简单单的 但是我一般看的这种美食视频 都是先打出手机来拍照 都是手机先吃 然后现在不是晚上嘛 就发个朋友圈 铲一下它们 就录一个小视频 这个其实也可以赢在上面 这个 我现在就想来尝一下这个鸡腿 看着还是挺优人的 能吃吗 可以 可以 每次都吃了 吃完这餐我再点 没有想点那些 我需要点谁呀 不想点 最后一个你怎么不问一下我 跟你说 我找一口我已经嫌弃 明明你说自己减肥 减肥的话 肯定我就帮你吃的 但是你可以问一下 那你要不要吃 吃完了 我都说吃完这一顿再减 你没听出来吗 吃完这一顿再减肥 所以这一顿要吃饱 这个鸡腿小龙哥今天说的很多次好吃 要是大家有空气炸多的话也可以吃一下 买的都小一点的 不要买这么大了 小鸡腿 但是这个大鸡腿也好吃 咋的一点野料喝醉了 这个其实也可以饮料参合 对不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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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